一箱又一箱的眼镜是承诺的兑现 今年7月慈祭仁医会举办议诊 有300多位需要佩戴眼镜 两个星期后 志工亲自送来 也邀请参与议诊的医护人员 为大家戴上 这位小女孩有中度近视 每一年都要换一副 明天就要参加奖学金考试 这副眼镜来得及时 拿到眼镜的大多是家境贫困 再次把眼前事物看清楚 也看见世界的美好 和大家介绍此季 也说明主统岁月 启发善念 他们要用爱来回报 待新闻思议南卡 最后报道